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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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大家還記得 西門子敬 王邀 出席英聯邦 議會聯合會 英國國會舉辦 West Minister Seminar 西敏子的研討會 除了西門之敬 還有另一個立法會議員 簡慧敏 在街上也不知道是誰打誰 在英國 有一群香港人 發起一個叫做西門落集 的行動 寫信給主辦當局 說香港的情況 這群人 完全不是經過民主選舉 產生的 請他們來做什麼 要撤銷的邀請 今天的消息傳來 終於有結果 令我身處英國的香港人 感到萬分的失望 各位 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 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 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 限定某一些地方 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 或者買東西 你身處何地 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 折扣優惠 NOT VPN 是一個戶口 可以有六個設備 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 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我們在這裡 沒有辦法 熱烈地歡迎 西門寺敬來英國 原因就是 聯合會的英國分會發表聲明 周盟委員會 開了一個會 在會議上 一致同意 香港的情況惡化 所以就撤回對於香港 鬧法機關的邀請 即是說呢 西門寺敬和簡慧敏 來英國說好香港故事的 這個計劃 於是就泡了湯 就告吹了 雖然 這個西門落集 就成功爭取了 但是對於在這裡的香港人 熱烈歡迎他 要招呼他的想法 最後都 不能成功 你說是不是令人非常失望呢 這個分會 英聯邦聯合會 這個分會發表聲明 是這麼說的 他說香港的政治多元程度 和參與的基礎 已經嚴重上弱 近年 仍然有立法會議員出席分會的活動 分會也向他們推廣民主的價值 不過呢 這個會 這個在 西門寺的研討會 主題叫什麼呢 Effective Parliament 有效議會 希望參與者 議員 議會的角色 了解更多 不同的地區議會的運作 交流知識 看見這個標題也很好笑 Effective Parliament 香港的議會很有效 不單是有效 不單是有效 還有有效率 快到不得了 全部舉手機器 現在很厲害 立法會的會議紀錄 以前呢 又抄一筆講 就講講哪個議員 講過什麼 好像叫納子傳召 一百年後 一百年後 二百年後 拿回會議紀錄出來 都知道 這個人 這麼白癡 現在不是 現在 那個會議紀錄 就沒有講議員的名字 是一個議員 一個議員 又另一個議員 又另一個議員 另另一個議員 講這些 連議員的名字都不放下去 有些議員說 這樣就好 是啊 你說廢話 白癡的東西 完全是 在那裏混由太虛 資料有錯 你說得出來 說得出來 但在記錄上 看不到你過下的名字 這個議會真是有效 非常有效率 大家舉手機器 以 用多少秒鐘 多少分鐘 去過多少億 這個立法會的撥款 作為一個成績 職效 去 去 去交代 你說多厲害 所以我這個莫大的諷刺 請西門指敬和簡偉敏 去說什麼叫有效議會 我不知道 我覺得遺憾的地方是什麼呢 除了我們沒有機會去歡迎他 去招呼他之外 他在西門指添討會 在西門指添討會 說香港的議會這麼有效 肯定會出揚相 看看他怎麼說 對吧 問題就是沒有機會 是否令人很失望呢 原來西門指敬 當然有一個爭議 他來 他在文匯報裡面 曾經寫了一篇文章 希望透過國際交流活動 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以及香港的最新發展 對 失去這個機會 你說多可惜 真實立體 應該是展示真實立體的香港和中國 並視為一個學習和交流機會 將以事實盡力駁斥西方政客的不實輿論 爭取國際社會更多正義的力量支持 吸引海外投資者擁抱中國機遇 香港機遇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千載難逢 千年一遇的機會 去說好香港故事 現在很可惜就沒有了 原來其實 我覺得有一件事都值得拿出來說 挺好笑的 就是什麼呢 這個議會 就是用來提升英聯邦國家議會的民主質素 每年都有超過7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參加 第一 香港已經不是英聯邦的成員之一 那我就不明白 這個英聯邦議會的聯合會 就是聯會 邀請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去參加 是什麼居心呢 香港已經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一國兩國的特別行政區 早已經脫離了英聯邦 不再是英聯邦的了 你還去邀請他 那你說當香港是英聯邦的一部分 在政治上已經不對了 第二更加可怕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西門子敬 和這個簡慧敏 愛國愛港的議員 竟然欣然接受這個邀請 還在左部裡面讚文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說香港的故事 你用什麼身份去參加 你已經不是英聯邦了 難道 你中間是暗示 你仍然是偶斷絲連 覺得香港是英聯邦的一個部分 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 我講錯了 香港從來都不是英國的殖民地 香港的官方和中國官方 是殖民統治 不過不是殖民地 不過我不明白為什麼 如果不是殖民地 如果不是殖民地 怎麼是殖民統治你呢 已經不是的了 也不是英聯邦一部分 為什麼人家給你一個香蕉皮 你也接受邀請 你是不是暗啞 暗示香港仍然是英聯邦的一部分 是不是 暗示香港是曾經被英國殖民地統治 這兩個議員 都是很崇洋眉外 紅叔綠眼的龜坡 來邀請你 這些 覺得自己可以在那裡說香港故事 英文是了得 這個 還有 原來這件事 星島日報有一個報道 引述消息人士說 真的 他們兩個人不邀請 應邀 西門之經應邀 是受到建制派的質疑 建制內部對人選有質疑 擔心兩人經驗不足 未能駁斥國際輿論 有鬼打鬼的 原來在洋人面前大家都會爭 為甚麼是你 為甚麼是你西門子敬 為甚麼是你西門子敬 對 對 西門子敬 在洋人面前 很噁心 原來這群建制派 宋揚未外 西門子敬 是在香港的藍絲 數一數二 沒有人敢認第一的QL 是吧 以反西方建稱 又是那種 反美反英是工作 去美去英 run美run英是生活 哇 洋人邀請 真是洋人 當然是高人一等 我就想不通 想不通的地方 就是 為甚麼會是洋人邀請你 為甚麼會是 你覺得 香港仍然和英國有 奧斷斯聯 參加那個所謂 英聯邦什麼 議會聯合會 那個一部分 為甚麼會是這樣 如果我是西門子敬 我覺得我就給他一個建議 收到這個邀請 現在遲了 人家撤回 收到這個邀請之後 就應該發表聲明 斷言拒絕 英帝國主義 這個本來就是日不樂國 現在就已經是日無西山 這個國家 別有用心地發出這個邀請 香港已經 再不是過去的香港 香港已經不是接受英國的殖民統治 香港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自古以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一個兩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 這些洋人的邀請 我請假都給你 你們見鬼去罷 應該是這樣的 我覺得應該是用這個方法去應付 不過現在好了 別人都不請你了 洗脫了這個 崇洋媚愛的嫌疑 我覺得就是在文匯寶那裡寫文 又說怎樣 說好香港故事 我覺得政治都不太正確 文匯寶為什麼會登這些崇洋媚愛的文章 西門落雜 終於成功爭取了 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我不知道西門之境怎麼看 都是很失望的 沒有辦法去招呼他們 都是很失望的 不過就是 都是這一類的課式 我自己覺得的感覺就是 表面上 我想很偽善的 很多小返紅都是 表面上就好像 這個理直氣壯 要辦好挺直 面對帝國主義 亡我之心不死 就要予以強力的反擊 表面上是這樣 實際上 別人給你一點點甜頭 好像捧得你很高 他就會反應 實際上 很多所謂的 民族主義者 小粉紅 五毛 都是這樣 無論你在香港 無論你在中國 大陸 是一個樣的 和一樣的課式 完全是沒有分別的 表面上 就好像很反味反應 實際上 是崇洋媚愛 你看 趙立堅就知道 趙立堅現在沒有外交部發言人做 做些什麼 陷冊的地圖 負責他做 他老婆好像有點憤憤不平 那樣 又有些上燈出來 趙立堅在過年的時候 在門口貼輝春 被網友說 他穿著那件衣服 是拉夫菲士 拉夫菲士可能是中國大陸做的 是貴的 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馬 都是這樣 反美是反英是工作 留英是生活 留美是生活 穿美國英國名牌 也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族主義是什麼 其實 民族主義是一些 非常偽善的事 很虛偽的事 如果你是對民族主義很認真的話 說明你是相當幼稚 西門子敬我 替你可憐 在這個 關鍵的時候 本來打算 去那裏表演 打倒這個洋人 連表演的機會都沒有 真的 替你可憐 替你可惜 好 這節講到這裏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好了 現在就做白癡雞 不懂的 你也知道 上youtube看學 其中一個 我參考的師傅 叫做梁子凌 梁子凌白癡雞 梁子凌大酒樓 先給他一個credit 第一步就買了一隻雞 這隻雞 應該是中雞 香港人叫做冰鮮雞 這裏沒有吹屁股的新鮮雞 當然沒有 有毛那些 通常都是冰鮮雞 我買不到 那天買不到 conflit chicken 那些是黃油雞 這隻可能會白一點 不過不要緊 第一步是什麼 第一步就是吸乾它 然後給鹽醃它 不過現在要吃了 本來要醃過夜 我忘記了 醃過兩小時 用鹽醃 放進去 多一點 按摩一下 做白癡雞 要用浸泡的方法 浸泡後 煮滾煮水 做薑 然後切點蔥 整隻雞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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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應該 雞胸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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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翻下去 大概浸十分鐘 就關火 反轉 反轉幾次 要浸到這樣 反轉 然後再幾分鐘再反轉 然後要測試它 究竟熟不熟呢 就要在最厚肉的地方 然後 反轉的時候 皮已經 刮一下 有沒有血水 接下來要把雞 浸泡 三十多分鐘 十多分鐘 好了 這樣 這樣就 做了一個白切雞 這個白切雞 是很白的 因為不是 confit chicken 不夠黃 不過好像挺好吃 挺香 這兩個當然不少 有什麼在這裡 有薑 蔥 還有少許蒜蓉 再加一個煮滾了的油 這樣做 真的挺香 今天是梁子寧學的 這個白切雞